哈囉大家好我是冠冠 我們今天呢 又來玩 任人在死人死呢 你們看我的畫面是不是怪怪的 沒錯 我們創了一隻全新的角色 冠冠小萌新喔 這個呢算是一個新手教學的系列吧 如果你還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或者是你已經玩了 但是卻一直不知道要怎麼玩 比較有效率呢 沒關係 我來教你們一點點小技巧 我們就開始吧 神經來到這裡是主畫面 然後上面呢有一個山有沒有 那個任務每天的這個都一定要領喔 我們點下去之後呢 上面這三個有沒有 隨機獲得兩張卡片 唉唷 拿到鐵骰了 就這麼簡單 寶石啦 然後金幣啊都要拿 然後下面這個是 你每天有達到一些任務的話 都可以再額外拿到那些獎勵 然後如果你那個任務做完的話 右上角有一個就是重置的選項 你也可以按它 接下來就是旁邊這個卡片寶箱 0 線線40 只有打血統才可以拿到這個票 其他都沒有辦法 然後上面可以逛逛小萌新 這邊呢也可以點下去喔 他點下去之後呢 就是顯示一些你的個人資訊 沒什麼太重要的地方 然後下方呢就是對戰模式 可以找人打PVP啊 右邊找人打PVE啦 最重要的就是 上面這一排骰子的陣容 就是等一下你會出戰的陣容 千萬要注意你 等一下要打的模式 是不是選對陣容 才不會浪費一次機會喔 那旁邊這個骰子的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出戰的隊伍啦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設定 我們只能設定三組喔 那因為我們骰子不多呢 你看下面一堆沒拿到的喔 所以 呃...呃... 鐵骰是必上的啦 好不好 把其中一個換掉的話 我應該會換... 目前看起來比較沒用的就是 火骰跟電骰 因為這兩個都算小範圍攻擊的喔 我就小範圍攻擊 一隻就夠了 當然打PVP的話 如果你開場不需要冰骰 也可以不需要啦 因為畢竟冰骰也沒什麼攻擊力喔 主要以純消耗為主好不好 然後旁邊這個骰子清單旁邊有一個戰場皮膚喔 就是叫你花錢啦 對對對 花錢 然後在旁邊這個商店街呢 這邊呢就是要看你的人品的時候了 這個一百塊呢 能買我們就先買 然後旁邊上面其他的一些骰子 我們也都不太需要 我們可以重置一下商店喔 那我們刷完這個廣告呢 它就會有新的一個特價的商品出現在上面了 那左上角永遠都是免費的 所以看到就記得一定要拿 這遊戲是相當的濃喔 如果你想要拿到很多好東西 都一定要來商店這邊找 但是前提就是 你也要很濃的去刷血桶喔 因為你沒有很多的金幣或寶箱的 寶石的話 你這邊就算看到寶箱 或者是傳說骰你也都買不起 所以我覺得每天重置這個商店呢 是很重要的啦 至少左上角那個免費的可以拿 那剩下呢就是一些課金的部分了 這個就看依照自己的能力吧 接下來就是活動喔 活動的話就目前就有競技場 沒有太特別的 以後如果有其他活動 應該還會再開放啦 到時候再介紹給大家 這個競技場之後也會介紹給大家看喔 然後右上角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設置是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這個設置呢下方有一個伺服器喔 這個打開呢 會有可以看到有什麼 美國啦 亞洲啦 之類的喔 其他的伺服器 這個伺服器選擇呢 很重要 像我現在選擇Asha嘛 Asha的話 你的血統 如果你要給防號 找好友一起進行遊戲的話 你這個號碼 通常只有Asha的人可以進來喔 所以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給朋友防號 欸 阿他怎麼不能進來跟我一起玩 可能就是伺服器的問題 跟裝置啊 什麼iOS 安卓沒有太大的差別 好那我們就不多說了 直接出場吧 第一戰 我們一定要拿下來好不好 快速匹配 我們這個罐罐小萌星出征的喔 應該是不會失敗啦好不好 我們第一場遇到了一個 亭羽啊 亭羽安安 亭羽安安 來 直接開骰 哇 出了好多小毒喔 而且對方是能量骰 鎖骰跟那個鐵骰 應該是還行啦 我們小毒呢 其實也算不小補喔 因為小毒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被毒到的話就會持續扣血喔 所以以持續性的消耗 我們是比對方強勢的 對方雖然有一個三級鐵骰喔 但是 那個鐵骰如果沒有把 就是敵人打死的話 他就會一直往門口打喔 所以 鐵骰有這個特性 各位新手一定要記住喔 並不是說場上鐵骰越多越好 他有時候只會打門口 每開始沒有打死之後 他就不理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壓不住的話呢 我建議 應該是加 加毒骰吧 因為毒骰的持續 持續賭的話 應該是差很多的 剛剛9現在變30了 那我們再把他升一次 理論上前面的那個 小兵呢 你只要 把他賭越多 他越快就死掉了 然後對方的兵也就壓不住 我們可以靠這個 打法先去打 那如果你沒有 剛剛我抽到鐵骰的話 即使你用到 冰骰也沒有差別啦 我覺得前期 賭一個賭骰應該蠻強勢的吧 還有我們這個到底叫什麼 風骰嗎 還是什麼的 其實這種新手陣容很少玩耶 因為我一開始就 有玩到像那個 台風那個什麼 強風骰喔 所以對這種新手骰子沒有太多研究 那我們現在賭骰是有點多啦 趕快把它合一合 哇變二級賭骰了 不錯不錯更賭了更賭了 欸有這個電骰勒 這個電骰是無條件的 直接 直接打三隻 不會像改電骰是 星級越高打越多隻喔 沒有沒有 他就是無條件打三隻 欸我還來不及江姐玩 對面就要撞到還是怎樣 欸你要撐住啊 不然我來不及介紹啊 哎呀 他也是打第一場欸 欸沒有 他沒有打第一場喔 他已經50%勝率了 加油婷宇你一定行的 來我們迅速開了第二場喔 我們剛剛還沒有解釋完 我們下方那個黃色的電骰呢 他的好處就是呢 他無條件在前期的時候 直接打三隻 但是那個傷害是會力減的喔 打第一隻是完全的攻擊力 第二隻的攻擊力不一樣 第三隻也不一樣喔 所以我覺得電骰大概只能打前期的背段啦 那至於火骰呢 我個人是非常切心的喔 因為我有拿過我那隻主帳號 去把火骰拿上去場上打 我的火骰是配小丑加生長還有營養喔 我那個火骰拿到六級火骰 配上六級的光骰 這個速度加成下去之後 他還是打不贏第三關的小兵欸 完全清不贏喔 不是小boss喔 是小兵他都清不贏喔 我就非常的切心喔 所以火骰呢 我應該是不太會介紹他啦 大家如果看到火骰呢 我覺得你放毒骰都比他有用喔 你發現那個冰壓不住的時候 就那個毒的升級把它按下去喔 你看對方他帶著冰骰 這個遊戲其實齁有個大重點就是 PVP的話啦 你要把那些冰控制住 你乾脆直接把它打死就好了 除非你是暴風雪喔 然後我們又順利的移下來第二場 來我們現在第三場呢 回到剛剛的話題喔 我們除非是暴風雪 像這種就是哇這真的差很多了 整場緩跟你一個一個緩 你一個一個緩沒有用 因為你把它緩住之後 你後面那一隻還是會疊上來阿 他疊上來你又把它緩住 又沒有把第一隻打死 第三隻又疊上來 那一二隻又緩住了 又疊在一起 第三隻又緩住又沒打死他 你最後變成一整坨 你根本就清不掉 那我們現在開場呢 開了很多的鐵骰喔 我覺得鐵骰前期的攻擊力 還算是可以壓住這些兵的啦 所以我應該會先升一點攻擊力 讓他盡量的壓喔 那我們就祈禱等一下可以出一隻小毒骰 我覺得小毒骰在前期 兩百倍以前 還算強勢的吧 兩百倍以後呢 可能要配一點陣容喔 不然光靠毒骰 可能毒骰的攻擊力也要高吧 我自己這樣猜想啦 我還沒有認真去組合過 那我看到火骰就很抓狂喔 直接把它合掉 喔變成這個風骰了 風骰把它合掉 喔變鐵骰 好好好那就多合一點多合一點 欸都沒有出毒骰耶 哇 啊是怎樣 來個二級毒骰沒有喔 好吧好吧 我們穩住喔 對面看起來冰壓的沒有我們好喔 那我們就 我們應該是因為這個 那個電骰的關係啦 我們攻擊力都把它升一點 你看對面就算有毒骰也牽不掉喔 我可能沒辦法分析為什麼 但是 我覺得跟那個冰骰也很有關係啦 因為冰骰畢竟沒什麼攻擊力喔 就跟我剛剛說的 你如果要緩住他 你乾脆就打死他就好了 幹嘛要緩住他是不是 來 欸出了 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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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 穩了穩了穩了 我們持續性的消耗呢 我們的 小兵應該是 不太可能 走過那個轉角處喔 只要我們 毒骰 有一直 散發他的 毒性 然後對面 等一下他的boss呢 會比我 還要 血還要多喔 我們就不太害怕他 欸欸欸 到底 我到底 我的天啊 喔喔喔 我們有寶箱跟那個20了 欸欸欸 這什麼 什麼確認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管他的 喔 是叫我評分是不是 有沒有 我們這個任務呢 八個寶石跟三百個這個 金幣 那你可以再重置他喔 重置他 他打開一次支持箱 有人問我說支持箱是什麼 你連輸個三四場 PVP 他就跳出來了 就跟你說要不要看影片喔 加油喔 當然是這個意思喔 我們 20個寶石獲得了之後 左邊這個寶箱呢 嗯 應該是 沒有 他只有西游骰子 來 抽一點好西游吧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看 有什麼西游骰子啊 來 欸 礦山骰子喔 我們這個組合呢 不太好配 就無視他 那我前面這些 小骰子的等級 要不要升呢 嗯 因為我很翠星火嘛 所以我已經不升他 這個賭呢 剛剛讓我們 發揮得還不錯喔 升級他一下好了 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可以升級的時候 他旁邊會寫 下一幾家的攻擊力嘛 那右上角有一個 Power Up 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這個意思是 你在遊戲中 戰鬥下方 升級100塊的攻擊力 200塊的攻擊力 400 700 等每一集的 增加的幅度喔 所以這個也很值得看一下 來 這個升級加5塊 是不是 5塊我們不缺耶 來來來來來來 三級了三級了 這樣就會變成 60加50 跟24加10喔 每一級的提升的攻擊力 所以會讓你在戰場上呢 容錯率就更高了喔 好各位今天解釋了很多的一些 新手可能剛進來 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就跟著我剛剛的步驟 直接這樣子做吧 後面如果你又遇到一些 奇怪的問題什麼的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這個新手系列呢 就盡量解答一些 我懂的知識好不好 有領悟到的一些東西呢 可以盡量分享給各位新手朋友 讓你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找到這個遊戲的樂趣喔 那我們會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 盡量都用無傳說的爬 看我們能爬到多少 我們再開始慢慢的 看收集傳說啦 或什麼的 那今天大概就這樣子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別忘記下方點個喜歡 那如果大家繼續觀看我們 最新發布的影片 再訂閱我吧 那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會喜歡 萌星的朋友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掰掰 來到了 1 2 3